表弟带着女友和表哥合租房子 不料表哥看上了表弟的女朋友 一次独处当中 表哥竟对表弟的女友做出出格举动 表弟一气之下也骂表哥 竟使得表哥服毒自杀了 表弟要不要承担责任 被自杀的表哥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南方某是三月的一个周末 所以是初春 可随着降雨增多 伴随着潮湿空气的到来 寒湿之气反倒让人感觉更冷了 早上八点多钟 城中村的居民们大多数还窝在暖昏昏的被子里安睡 可巷子尽头的一户人家 却传来了两个男人争吵的声音 看起来更年轻的那个男人 朝比他略显成熟的男人怒吼道 我要跟你决斗 对方回应 我是你哥 我不跟你决斗 年轻的男人急了 威胁道 你还知道你是我哥呀 你以为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这事就过去了 做错了事总要付出代价 对方问 什么代价 年轻的男人说 我给你三个选择 要么跟我决斗 要么跳楼 要么喝农药 你选一个 是死是活 看你自己的造化 对方想了想 说选择喝农药 然后便离开了房间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争吵的男人是谁 年轻的男人 名叫杨柯 比他略显成熟的那个男人 是他的表哥曹振华 两人相差不过三岁 年龄相仿 再加上母亲姊妹间 走动得比较频繁 所以杨柯和表哥曹振华 小时候经常一起玩耍 曹振华初中毕业后 从县城到了市里读大专 从此跟杨柯的往来 也就逐渐少了起来 后来杨柯大学毕业回到家乡 也在市里找了一份工作 为了节省房租 跟表哥曹振华 一起合租房子 生活在了一起 这对表兄弟从小一起长大 现在一起合租房子 感情一直很好 怎么会突然吵起来 甚至闹到又是决斗 又是跳楼的地步呢 这一切都和一个女人有关 她就是表弟杨柯的女友 乔珍珍 杨柯高中毕业后 考到了北方的一所大学 乔珍珍是杨柯的大学同学 他们在读大学期间 确立了恋爱关系 毕业后 杨柯带着女友乔珍珍 回到了自己家乡的城市发展 由于杨柯家在县城 在市里没有房子 所以回来的首要任务 就是租房子安顿下来 可当杨柯到房屋中介了解一番 他很快就泄气了 在市里交通比较方便的房子 租金对于刚毕业的杨柯来说 根本就承受不起 可如果选市郊一些的小区 上下班通勤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杨柯正放难的时候 他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表哥曹振华 曹振华到市里读大专后 就一直留在了城里 想来是非常熟悉这个城市 一定能够帮找到合适的房子 于是杨柯联系了 多年未见的表哥曹振华 曹振华这些年 独自在城里生活 没有家人陪伴 再加上性格沉闷 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几个 这样的日子久了 曹振华的内心难免感觉到孤独 当他得知表弟杨柯 也要留在这个城市生活了 喜悦之情异于言表 说道 真是巧了 我在城宗村 与别人合租了一套房子 粮食一厅 交通便利 正好现在室友要去外地发展 就空了一间卧室出来 房东正打算继续招租呢 要不你们就直接搬过来 跟我合租吧 我跟房东说就不用招租了 省下的中介费还能给你打个折 杨柯有些犹豫 感觉合租不大方便 可当杨柯了解到合租的租金 比自己的预算低了一大截 又十分的心动 杨柯盘算着 如果合租一年下来省下的租金 都够自己和女友到外地旅游一次了 而且合租对象是自己表哥 也能相互有个照应 就带着女友乔珍珍和曹振华一起合租 不料正是这个决定 为日后生活埋下祸根 曹振华就这样认识了杨柯的女友乔珍珍 曹振华第一次见到乔珍珍时 她扎着一把精神的高马尾 弯弯的眉毛 长长的睫毛伴随着原谅的眼睛扑闪扑闪 甜美可爱的气息扑面而来 从未谈过恋爱的曹振华 突然感觉到心难以抑制地碰碰直跳 仿佛周围都充满了自己心跳的身影 她开始慌张起来 顿时不知如何开口跟乔珍珍打招呼 只能是呆呆地看着乔珍珍 倒是乔珍珍甜甜一笑 大大方方地跟曹振华问好 乔珍珍声音很温柔 曹振华仿佛干渴的树苗 淋了一阵春雨般心旷神怡 自从杨柯和乔珍珍搬来以后 之前凌乱的出租屋 开始变得整洁有序 光秃秃的墙上 挂上了乔珍珍精心挑选的装饰画 餐桌上摆上了花瓶 乔珍珍每周都会捧回一束鲜花 然后用心地修剪汁叶插进花瓶 曹振华下班回到家 时不时还能听到乔珍珍那清脆爽朗的笑声 周末的时候乔珍珍还会到菜市场 买些新鲜的食材回来给大家下厨 因为乔珍珍的到来 曹振华觉得 之前按部就班一潭死水的生活 开始有了烟火气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曹振华开始期待每天的清晨和傍晚 因为那是能见到乔珍珍的时候 但真见到乔珍珍 曹振华又感觉到沮丧 因为乔珍珍总是跟杨柯形影不离 看着他们两人在自己面前甜蜜的样子 曹振华的心里一阵阵酸楚 当曹振华意识到自己对乔珍珍产生了异样的感情 非常痛苦 一方面爱而不得 还天天看着乔珍珍跟表弟恩爱 另一方面 哪怕是偷偷爱着 也因为爱的对象是自己表弟的女友 内心受到道德的谴责 正当曹振华备受煎熬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乔珍珍和杨柯的感情发生了波动 杨柯换了工作岗位 变得很忙碌 他的女友对此意见很大 表哥以过生日为由 撮合杨柯和他女友 不料杨柯被安排临时出差 看着杨柯的女友借酒消愁 表哥接下来的举动令自己忧了命 被自杀的表哥正在播出 杨柯原来的部门是公司的行政部门 上下班时间比较固定 也几乎不需要加班 所以就能有比较多的时间 陪伴女友乔珍珍 可工作一段时间后 杨柯觉得行政部门的工作 虽然稳定但收入不高 晋升的空间也有限 于是主动申请调到公司的销售部 相比于行政部门 销售部的上下班时间没有那么固定 但对于业绩来说要求非常高 自从杨柯调到了销售部 就经常加班出差 还得陪着部门领导出去应酬 时常喝得醉醺醺回家 日子久了 乔珍珍开始不满 经常因为琐事跟杨柯吵架 杨柯知道女友生气 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了 但杨柯也非常的委屈 自己明明是为了两人更美好的将来 还在努力 为什么女友就不能体谅自己一些呢 于是他索性也不哄女友了 有时跟女友冷战 有时恶语相向 看到乔珍珍跟杨柯吵架后通红的双眼 曹振华是非常心疼 他心里由衷地希望乔珍珍能够获得幸福 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让曹振华对乔珍珍的感情突破了理性的关口 如洪水猛兽般闯下了大祸 事情还得从曹振华生日那天说起 曹振华生日这天早晨 他看到乔珍珍和杨柯二人都板着个脸 谁也不搭理谁 知道他们又开始冷战了 杨柯出门上班后 乔珍珍露出了难过的神情 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看着乔珍珍落泪 曹振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他知道其实乔珍珍只是需要杨柯说说软话 哄哄他 可是杨柯的性格又比较刚硬 爱面子 所以这两人就谁也不肯低头 就这么僵着 曹振华跟乔珍珍提议说 今天是我生日 要不我请你和杨柯一起到外面吃饭吧 我生日 杨柯不至于不给我面子 到时我从中调和一下 你们自然就和好了 乔珍珍听了 破涕为笑 接下来 曹振华在餐厅订好了位置 和杨柯约好了时间 乔珍珍这边也在为晚上的聚会精心打扮 满怀欣喜的几个人没想到 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原本的计划 就在当天下午 杨柯急匆匆回来了 他一进屋就开始收拾行李 带着歉意跟乔珍珍说 不好意思 公司临时有工作安排 得马上出差一趟 晚上我就不跟你们吃饭了 今天是我表哥生日 他平时也没什么朋友 你晚上就带我好好给他庆祝一下 乔珍珍本想着借曹振华生日 晚上好好跟杨柯说说话 没想到杨柯又要出差 气得乔珍珍没搭理杨柯 杨柯离开后 乔珍珍将杨柯要出差的事情 告诉了曹振华 曹振华安慰 没事 那就咱们两个人出去吃 你就当出去散散心 等杨柯回来了 我再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聊聊 乔珍珍独在异乡 最亲近的人就是杨柯 可如今杨柯不是忙 就是跟自己吵架冷战 乔珍珍感到非常孤独和无助 在这种情况之下 曹振华对他的理解和善意 让他非常感动 乔珍珍对乔振华说 既然晚上杨柯参加不了生日聚会了 那咱们两人也别破费了 我去市场买些菜回来 晚上我来掌厨 能吃到乔珍珍专门为自己做的菜 曹振华幸福地点了点头 乔珍珍买了两瓶红酒 做了一桌好菜 同时还给曹振华煮了一碗面条 乔珍珍微笑着向曹振华介绍 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 过生日是要有面条的 寓意瘦心就像这长长的面条一样长寿 曹振华没想到乔珍珍对自己这般用心 他看着笑盈盈的乔珍珍 心想 如此温馨的画面 不就是电视剧里常出现的 女友给男友庆祝生日的场景吗 而乔珍珍此刻心里 还在生着杨柯的气 但因为是给曹振华过生日 他也不便苦这个脸倒苦水 就只能借酒消愁 这天晚上乔珍珍喝了不少酒 曹振华看乔珍珍这么有兴致 也频频地跟乔珍珍举杯 酒精的作用让乔珍珍开始有些发晕 她的双颊泛起一片片红 看着乔珍珍红扑扑的脸蛋 曹振华也开始觉得全身发热 在酒精的作用下 曹振华开始胡思乱想 突然他冒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乔珍珍会不会也喜欢自己呢 不然他为什么不去餐厅 而要孤男寡女跟自己在家吃饭 还特地为他煮了寿面 他越想越乱 竟做出了一个出格的举动 接着上前一把抱住了乔珍珍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把乔珍珍吓得不知所措 等他反应过来 曹振华已经把他抱进了自己的房间 乔珍珍挣扎着想要离开 可因为喝了太多酒 导致无力反抗 只能嘴上不停地喊着 让曹振华放开自己 可此时的曹振华已经完全失控 强行与乔珍珍发生了关系 事情发生后 曹振华清醒过来 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自己怎么能把表弟的女友给侵犯了 他懊恼地使劲捶打着自己的脑袋 向乔珍珍恳求道 珍珍 我对你的情谊是真的 从第一面起 我就被你深深吸引了 我想保护你 给你幸福 可没想到最终却伤害了你 我对不起你 你要我怎样都可以 乔珍珍无力地躺在床上 曹振华的声音让他感到深深的厌恶 他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 从床上爬了起来 跑回了自己跟杨柯的房间 再说到杨柯 杨柯因为工作 不得已让女友自己陪表哥过了生日 想到这段时间 确实是因为工作疏忽了女友 想早一点回家陪女友过个周末 可没想到当他清晨赶回家 打开房门竟看到女友衣衫不整 头发凌乱地蜷缩在长角 乔珍珍一看到杨柯 眼泪就跟断线的珠子一般滑落下来 杨柯焦急地询问乔珍珍发生了什么 乔珍珍这才终于将自己 被曹振华侵犯的事情告诉了杨柯 杨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向老实的表哥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可眼前女友的样子 分明就是受了欺负的模样 杨柯气得冲到曹振华门口 把门一脚踹开 气势汹汹地质问曹振华 并说要打电话告诉曹振华的母亲 把他做的丑事让全家人都知道 曹振华本想哀求杨柯的原谅 但一听杨柯要把自己做的丑事 公诸于众 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杨柯看曹振华沉默不语 一句认错都没有 认为这曹振华根本就没有 把自己放在眼里 更没有一丝悔意 他感到自己作为男性的尊严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杨柯盛怒之下威胁表哥 表哥悔恨自责 决定自杀 表哥的母亲整理遗物 发现杨柯威胁表哥的短信 揭开事情真相 杨柯称短信只是宣泄怨气 表哥自杀和他没关系 他的辩解成立了 被自杀的表哥正在突出 在曹振华离开期间 杨柯慎怒难消 又给曹振华打了几个电话 但一直未能接通 杨柯就给曹振华发短信 强调农药要当着自己的面盒 曹振华离开后买了一瓶农药 接着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了几圈 对于自己侵犯表弟女友的事实 曹振华也不知该如何面对 他多么希望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一个梦啊 羞愧难当的他将手上的农药 往自己嘴里灌了进去 当他开始感觉到身体难受时 回到了出租屋 曹振华首先见到了乔振振 他把自己的心路历程 以及喝下农药的事情 告诉了乔振振 同时深深地忏悔自己的行为 乔振振看曹振华捂着肚子 有气无力 立即叫来了杨柯 杨柯看到曹振华脸色煞白 额头痘大般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 知道表哥没有说谎话 他虽然痛恨表哥 侵犯了自己的女友 可当他看到曹振华痛苦的表情之后 他也吓坏了 于是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 很快一阵急促 且尖锐的鸣笛声传来 接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 开到了城中村 杨柯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赶紧冲出门口 朝救护车上的医务人员喊道 快 我表哥快不行了 曹振华被送往医院的路上 杨柯告诉急救人员 曹振华应该是服用了农药 医生全力救治 但遗憾的是 最终曹振华还是抢救无效死亡 由于出了人命 医院报了警 警方经过调查了解到 曹振华是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 一人进了一家经营农药的店铺 购买了一瓶农药 经过法医鉴定 曹振华确实是因为服用农药后 中毒身亡 警方结合调查与法医的鉴定意见 确认曹振华自己购买 并服下农药导致身亡 杨柯虽然对表哥曹振华的死心怀内疚 可他担心这件事会牵连自己 当他了解到警方的调查进展 心里长输了一口气 他觉得既然确定表哥曹振华是自杀 应该和自己就没关系了 可就在这时 警方找到了他 开门见山问他 为什么要让曹振华喝农药 杨柯心里一紧 这事自己还没来得及跟警方说呢 他们是如何得知的呢 原来曹振华母亲在收拾曹振华遗物时 发现了曹振华在死亡当天 手机收到的杨柯的短信 内容是这样的 农药买来给我看了再喝 我要看着你喝 你要是跑了的话 后果你是知道的 这条短信让曹振华母亲是既震惊又愤怒 原来儿子是被人胁迫喝下的农药 而且这个胁迫自己儿子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亲外甥 他瞬间张红了脸 全身发抖 立即将短信提供给了警方 杨柯向办案民警承认 短信确实是自己发给曹振华的 但他强调 自己并没有想到曹振华真的会去喝农药 他其实并不希望曹振华死 乔珍珍也在一旁为杨柯证明 说杨柯不是坏人 是曹振华侵犯了我 杨柯是想给我讨个公道 我们都没想到曹振华会喝农药 杨柯是无辜的 二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警方 得知事情的真相 曹振华母亲虽然很不愿意接受 可毕竟儿子也有过错 而且胁迫儿子喝下农药的这个人 是自己的亲外甥 于是原谅了杨柯 杨柯本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 可以跟乔珍珍回家了 没想到办案民警却说 杨柯你现在还不能回家 虽然曹振华是自己喝下的农药 但你仍然对曹振华的死 负有刑事责任 杨柯听了非常错愕 很快检查机关以杨柯犯 过失致人死亡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而杨柯则认为 自己只是为了宣泄怨气 说的狠话 没想要了结表哥的性命 更没预料到 表哥会真的服下农药 他不应该为表哥的死亡 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杨柯的话 是否有道理呢 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过失致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 是属于过失犯罪 是指由于过失 导致他人死亡后果的行为 过失致人死亡 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 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 前者是指 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 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 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以致造成他人的死亡 后者是指 行为人已经预见到 其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 但由于亲信能够避免 以致于造成他人死亡 杨柯称无法预见到 曹振华死亡的结果 对于这个问题 法院认为 诚然心智正常的人 不会无缘无故服农药自尽 但本案杨柯得知 女友被曹振华强奸后 慎怒之下质问曹振华 并提出让曹振华选择决斗 跳楼或服用农药解决纠纷 曹振华在强奸杨柯女友被发现后 羞愧难当 并在杨柯威逼之下外出 此时购买农药服用的可能性大增 杨柯又因拨打曹振华手机未接 发短信进一步刺激曹振华 因此其对曹振华外出购买农药 应具有预见能力 也就是说 即便杨柯真的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 可能导致曹振华死亡 但因其一系列具体的行为 也应当预见 最后法院认为 杨柯因个人恩怨 以胁迫和刺激的方式 迫使曹振华选择服用农药 在预见后果后 仍然轻信能够避免 导致曹振华中毒 并因抢救无效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过失制人死亡罪 但属情节较轻 且以取得曹振华母亲的谅解 可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判处杨柯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曹振华对乔真正的感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因为喜欢乔真正 希望乔真正跟表弟杨柯 能够获得幸福 另一方面同样也是因为喜欢乔真正 他又渴望着拥有乔真正 曹振华就这样 在理智与冲动之间拉锯着 最终冲动的魔鬼被释放 犯下了大错 还导致自己丧失了性命 杨柯在得知女友被侵犯后 慎怒属人之常情 但其最终选择以私刑的方式 解决问题 同样也是被冲动 冲轰了头脑 丧失了理智 导致一条年轻的生命逝去 自己也触犯了刑法 乔真正是受害者 但如果她能够及时报案 我想也能阻止本案悲剧的 进一步蔓延 人的际遇千差万别 但有时导致事物完全不同走向的 却只在人们一念之间 真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婚女人担心丈夫与前妻藕断丝联 想出歪主意 女人获取丈夫的前妻信任后 又开始新的计划 最终女人的小伎俩被拆穿 她被判诈骗罪 却为何不必入狱服刑 多疑的再婚女人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